离大选日不足两周 特朗普肩头压力很重 选情权限落后 不得不在战场周卖力吆喝 去四年前的教堂祈祷 一边求神拜佛搞迷信 一边加大竞选力度 恨不得一天办武场 董王已经忙成了武王 而身处一线的他忙着拆塔 殊不知大本营已经起火 多年来共和党稳操胜券的铁票舱 德克萨斯佐治亚 竟然已经沦为摇摆州 拜登的势力无孔不入 就眼下特朗普 着力在战场周起舞 顾此失彼的局势 让人不禁想到四年前骄傲的希拉里 三过威斯康星而不入 临近最后一场辩论 本期看你美 我们就来聊一下美国大选选情 尤其是佐治亚和德克萨斯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位候选人 本月的一些表现 在接受了闪电鸡尾酒抗体疗法后 新冠肺炎痊愈的特朗普又马不停蹄地重回连任活动现场 在10月12日以佛州为起点跑出了东海岸加农业州铁锈带加西海岸的拉力路线 而且毕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特朗普开启完命模式 从最初一天一个州到一天两个州 最后两天五个州 19日接受采访 特朗普甚至说以后一天要冲五个州 而且这些集会往往是在露天举行 一个70多岁的老人 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一战就是70分钟 很有精神 即便是在感染新冠病毒期间 特朗普还在医院里办了三场电话集会 值得一提 特朗普现在的组织还是美国总统 国家大事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他现在一天的日程获高达20项 完全和三年前起床就看电视 每天12罐可乐的人设判若两人 而拜登趁特朗普阴伤下场那段时间 也是游走在战场州 虽说不如特朗普那么拼 但好歹也办了12场集会了 不过拜登跑出的线路比较迷惑 譬如6号到10号那几天 在宾州和亚利桑那来回穿梭 13日又把月出佛罗里达密歇根三日游的路线 重新走了一遍 让人总觉得他是忘了什么东西要回去拿式的 这似乎也挺符合拜登闲庭信部的轻松心态 抽空还能去喝杯奶昔 毕竟第二场辩论取消 而且在上述所有州 他的综合支持率都要高于特朗普 这里就包括特朗普在10月16日 拜访的传统红州佐治亚 这里自克林顿之后 就牢牢掌控在共和党人的手中 四年前希拉里还被特朗普吊打 但现在拜登的民调居然可以反超1.1% 就美国人口普查局2019年的数据 该州人口是1061万 其中白人占52.4% 本说还是懂王的天下 但相比2000年 全美10个白人人口比例降服最大的线 佐治亚占了5个 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比例不断上升 带动佐治亚成为全美人口增长最快的州 而在亚特兰大大都会规划下 首府附近的城郊城市化进展迅速 人口增长也是全州最快 这又进一步壮大了民主党的票仓 值得一提 2018年中期选举中 该州差点诞生一位民主党级黑人女州长 和对手的差距只有1.4% 再加上今年新增70万年轻注册选民 该州兰化趋势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 佐治亚已于10月12日开启提前投票 首日出现机器故障 有的选民苦等了12个小时 19日州政府提供数据 已有140万人投票 虽说白人选民高达55.6% 45岁以上选民高达76% 但均集中在格林和雷本两个升红线 以富尔顿为首的城市选民还未出动 16张选举人票 外加两个参议员席位 佐治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场州 另外一个被硬生生拉入战场的州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就是深红铁票舱孤星德克萨斯 4年前特朗普在这赢了9% 看似不错 但实际上是历代 共和党首选人最差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 当年德州民众的投票率 仅为42.6% 今年180万新注册选民加入 13日开启提前投票至18日 有25.2%的选民投票了 可以说参与热情高涨 而德州泛蓝现象不是突然出现的 其实早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 民主党在州议会赢得了超过12个席位 联邦参议院级别 共和党的克鲁兹只赢了对手2% 考虑到压制选票的因素 当时已经有媒体形容民主党其实赢了 德州喜赢蓝色浪潮 但归根结底 还是人口和城市规划的问题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 2019年该州白人人口占比是41% 拉丁裔人口占比是40% 明年这里的白人就是少数群体了 此外在规划上 德州近年大量吸引高科技产业投资 加州不是有个硅谷吗 德州的奥斯丁建了座硅山 谷歌脸书亚马逊英特尔 在这里都有办公室 也就是说 在产业和人口结构变化下 选民的结构也在发生改变 顺带一提 加州近年来人口流失 一大流向就是德州 这两个地方相爱相杀 两党最近在此的战术布局也值得关注 10月12日 提前投票开始前 民主党开始打电话 敦促德州选民投票 一天打了有290万筒 而共和党则在加州投放 未经注册的油桶 诱惑选民往这里投 此举涉嫌违反 在拆对方老家这件事上 民主党显得更加坚定 拜登的老婆 13日孤身前往达拉斯拉票 拜登则扩大他在德州竞选团队的规模 并史无前例砸下600万美元打广告 攻势凶猛 反观特朗普 10月以来并没有在德州举行竞选集会 这里有两种说法 一是共和党故意演空城剂 引诱民主党进入德州消耗资源 二是懂王爱面子 不能流露赶紧回尘救火的狼狈像 刻意为当地选民营造 在家等我回来的安全感 佐治亚和德克萨斯被拉入大选一线 也说明近年来美国政治版图的变迁 以往被认定是传统摇摆州的选区 遭到今年候选人的淡化 譬如10月以来 特朗普没有去俄亥俄 拜登没有去弗吉尼亚 两个人都没有去科罗拉多 而战况在老年人居多的 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尤为激烈 特朗普在前者 延长海上石油钻探禁令至2032年 并为拉拢古巴等拉丁印选民 加大应试形态的输出 拜登则在后者叫卖医保话题 抨击白宫抗疫不利 双方10月以来 在这两个州总计举办了10场线下集会 目前综合民调显示 拜登在两地均领先近4个点 在宾夕法尼亚 密歇根 威斯康辛三州 拜登均以微弱优势领先特朗普 不过有民调机构发现 这三地选民认知出现了鸿沟 双方的支持者 对美国现行问题的看法没有交集 是以战场已经割裂 值得一提 2016年遭希拉里冷落而投奔特朗普的威斯康辛 10月至今依旧没有等到拜登的光临 而特朗普上台后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 对当地美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以及世界第八大奇迹 富士康工厂至今还是PPT 都造成了连任的阻碍 总体而言 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 加之美国政治版图的变迁 今年美国大选所谓的战场之后 增至可怕的15个 即便是特朗普守住佐治亚和德克萨斯 他也必须连续翻红5个州 才能获胜 华尔街日报19日分析到 如果拜登拿下佛州 特朗普必须赢下俄亥俄 如果这两个州都归特朗普 那威斯康辛将成为造王者 就总体民调来看 特朗普依旧在全国层面落后拜登 10.7% 除了民调 最近还有一件事不利于特朗普团队 那就是钱 8月底拜登手头的现金 还比特朗普要多6000万美元 10月15日 拜登团队公布最新数据 9月筹款3.83亿美元 刷新美国总统大选筹款记录 而特朗普被逼直说 为了连任甘愿自己掏钱 掏多少都好 其次在广告投入这个支出大块上 拜登自6月1日以来 已经在电视广告上投入了 7.23亿美元资金 多出特朗普2.7亿美元 15日 曾一手助力特朗普当选的 传媒教父莫多克 又被爆和特朗普闹不合 认为拜登能够大胜 可以说特朗普现在肩上的压力 是很重的 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复制起了2016年的竞选策略 以一种近乎迷信的态度 试图重演弯道超车 这包括贬低新闻媒体 不停攻击对手 争取更多的电视曝光率 此外 特朗普18日还前往拉斯维加斯 还特意去了4年前的教堂 祈求牧师祈祷 捐钱的时候 还掩掩藏藏藏 一点美超数了半天 口袋里放一点回去再捐 为了讨好选民 特朗普最近每场集会都要跳舞 特朗普焚头奔低 这个标签在推特上也火了起来 但这样并不意味拜登方面 占尽优势 民主党全国欧委员会主席 佩雷斯 18日强调 不能坐上民调过山车 我们不能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近期发生的一起 十月惊奇事件 也可以看出 民主党并未高枕无忧 保守派媒体 纽约邮报报 拜登小儿子黑料 遭推特脸书封杀 特朗普团队抗议后 最终推特CEO公开道歉 这篇文章也被解禁 这条新闻也在持续更新之中 会不断发酵 截至录制 已有超50名前美国情报工作人员 上书联名信 怀疑此事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 制造拜登假新闻 而特朗普团队则爆料 称拜登小儿子硬盘里边 还有大量未成年少女的照片 离大选日不到最终两周 第三场辩论将在10月24日举行 接下来战况如何 拜登特朗普各自都有什么最后的部署 咱看你们下次再聊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观察者网B站的付费节目 美国背面报告 再见